打着温暖内阁齐浩陈建仁一开口就送暖 可是面对兰淫要求普发现金提升至一万元 也只兼给了个软钉子 立场坚定但是陈建仁难拖借掉身份当隔魁的争议 广播主持人唐湘荣之间点出三大不要脸 也与陈建仁是借不掉四十九万月薪 从陈建仁在年改砍军工叫年金的时候 砍到刀刀剑骨砍个三三成 没关系共体时间 我觉得他就把中研院那个特别人就迟掉了 不要练斩了 对比当年推动年金改革 大幅删减军工教退休福利 砍到刀刀剑骨则不践踏共体时间 因为当年他是这么说的 陈建仁还曾提过家里政治受难的故事 这让唐湘荣远恶心都说出口 陈建仁在在吹牛 吹牛他们家的政治受难的时候 不 我告诉你陈建仁当名字里面有大波的时候 我说恭喜陈建仁 你们家里面呢 在日据时代 你连受难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他更恶心的是 他们家到了国民政府的时代 还是政治受益者 除了护航高端爆出论文抄袭 陈内阁负贫如潮看不到新气象就笼罩争议 阴影中能否为施政带上新转机 恐怕打上大问号 这里山源带居台北采访报道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宝气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 好